都会去的土地寸头寸巾 目前在高雄市区已经几乎看不到水稻田 市府农业局在高雄物产馆旁边特别开辟水稻田 请来农业达人当指导老师的重道体验 吸引亲子报名参加 连市长陈菊都夏天擦秧与民众同乐 晚起衣袖卷起库馆 全国十大经典毫米得主陈嘉诚等农友 当其重道老师 带着所有人在高雄物产馆水田区 种下高雄145秧苗体验当城市农夫 要让小朋友体验一下做农夫的辛苦 还有让他们感受一下 那个稻子是怎么样形成 先用筷子给他挖一个洞 然后再把稻子种进去 然后把土填起来 身为农家子弟的市长陈菊 也跟着夏天与民同乐 鼓励世民在繁忙的都会生活中 透过难得体验放松一下 在都会区的孩子 不知道农民的辛苦 那我是农民的女儿 我当然亲身体验过 因为我来自台湾的农家 当然我们支持农民 这是毫无疑问 那更重要其实是 让我们的下一代 知道农民的辛苦 都会区里的务农体验 让民众有机会感受 早期农村时代的农忙之乐 一系列的农村体验 推出以来广受好评 从栽种的过程中 传达无毒健康的饮食生活观念 港区讯用黄冠英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